在进入现代以后 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其科研实力 是息息相关的 只要拥有了足够的科研实力 就能够在军事研发领域和经济发展领域 取得较大的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众科学家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基础力量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新中国刚刚成立 一切都百废戴心 但是没过几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 虽然我们在战争中将美军压到了三八线附近 算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我们不仅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同时还遭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威胁 虽然美国最终并没有扔下核武器 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怕中国 不过是因为苏联在一旁虎视眈眈罢了 此后我们国家就深刻的意识到 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有多么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研发原子弹的项目迫在眉睫 我们都知道前学森在研发原子弹的研究中 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还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也为我国核武器事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和前学森一样 早年的时候都是在美国求学 虽然两人留学的时间并不一样 但两个人都是从同一个人 并且他们在学术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 同为中国人的两人 在一国他乡一见面 就相互引为知己 两人都知道对方在学术领域的水平 因此前学森曾经这样评价郭永怀 美国人说我指五个师 但是在我看来他比我厉害 他能指十个师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郭永怀是少数愿意回到国家 为祖国发展做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由于美国人的阻挠 郭永怀和前学森一样 在美国滞留了下来 不过前学森先一步获得了回国的机会 此后不久 郭永怀焚烧了所有研究手稿 并且冲破美国的阻碍 回到了国内 一心致力于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 和航天事业做贡献 后来在我国原子弹事业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原本支援中国的苏联 突然撤出了所有援助 让我国的原子弹事业 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 在这个时候 郭永怀和前学森站了出来 扛起了众人 他们用他们的毕生所学 继续推动中国原子弹事业前进 事实上 无论是在原子弹事业 还是在氢弹事业中 郭永怀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包括后来的卫星研发 都有郭永怀的一份贡献在其中 说他一人抵十个事完全没毛病 而且郭永怀除了拥有 极高的学术水平以外 还拥有非常强的大局观 在郭永怀看来 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太空 因此他直接提出中国 一定要大力发展航天事业 这样才能在未来取得优势 实际上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他的预言没有丝毫偏差 不过如此伟大的科学家 最后却没能看到祖国强大的那天 郭永怀在回国之后 一直都为祖国的建设尽心尽力 时时刻刻都将祖国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可就在1968年的一天 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空中失事 包括郭永怀在内的40名科学家全部丧生 这对于国家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郭永怀去世后没多久 中国的航天事业获得巨大突破 而国家也并没有忘记 这位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后来的时间中 中国为其授予了多项荣誉 并且在各种记载中都记录着其封工伪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